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我是哈利 欢迎来到哈利wood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casting call 这是一个迪士尼的项目 一个华语短片 大家注意了 是一个华语短片 所以的话 这个角色他必须要会说流利的中文 当然英文也是需要的 那他的播放平台是迪士尼 就是那个网上迪士尼的新的网络的播放平台 那这个casting在已经发布了 大概有至少半个月 或者时间更长 但到目前为止 这个演员都还没有找到 就等于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 那我带着一些问题 然后去了解了一下 因为这个片子的主创 有我认识的 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 为什么这个片子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可能大家很多人会想 是不是疫情的原因 是不是要求的原因 我想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吧 疫情的话 可能是有一些影响 就好多朋友来说 他会觉得这个时间不是很适合去拍摄 在6月12号 州政府已经允许 filming了 就是等于说 production是可以进行 而且这个片子是在9月 预计拍摄的时间是9月 在洛杉矶 那那个时候应该就等于说还有两个月 两个月之后 那到那个时候的话 疫情我想应该会好了不少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所有的好莱坞的各个优年都在 就是在7月份会做一个 会制定一个最新的一个路 就相当于是一个规则 就拍摄的production的路 那到时候 迪士尼的这个项目的话 它肯定是要遵循这个要求的 因此的话大家可以放心 一个是所有的哭露的话 可能都会有比较好的防护 然后这个我想大家不用太担心 包括保险 这所有的东西 因为迪士尼的项目 它肯定是很完善 都这些都会考虑到 然后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 迪士尼的要求很高 那可能多数人的反应都是迪士尼 迪士尼的项目 那肯定要求就特别高 那我就不要去了 因为竞争者太多 那这个问题的话 我想大家也不必担心 因为特别是对于那些 我的观众 我的观众的话 我想多数都是新移民 或者是中文也不错的 中文很好的 因为我这个节目是中文节目 那所以我的观众的话 或者我的观众的小朋友 他的孩子的话是特别适合的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华语的短片 同时他对中文的要求也还挺 要求还是比一般的要高的 就是等于说你要必须要会流利的中文 但是有口音没有关系 必须是流利的 那对于之前找的就是 迪士尼一开始在找的一些演员来说 就没有这方面的优势 因为多数都是ABC 就是在这边长大的一些孩子 那他的英文非常棒 演戏也非常棒 但是他的中文就可能不太行 可能没有达到那种自由 去交流和表演的母语的水平 那因此的话 现在的这个机会就等于就是丢到我们这边 这个华裔的这个社区了 就是这个范围了 等于说这个Casting 就直接就是针对了 到了我们这个华语 华裔的这个社区 那所以我想那个 跟大家就是分析这个 这个Casting 然后让大家排除一些疑虑 然后大家可以去 有兴趣的话 多去试 有一个网页 大家可以点击进去 我到时候也会放到我的评 那个描述区 就是我这个视频的描述区 大家可以进去 那第一点的话 他这个荧幕的年龄是在15到18岁 15到18岁 也就是高中的孩子的这个角色 那当然你如果是13岁你长得也像15岁 18岁也那就也不用担心 你也可以来参加 因为这是荧幕的年龄 并不是你真实的年龄 有些人长得 长得快一点 就是他很小 但是看起来会很大 有些人他岁数可能有20多岁了 但是其实他看起来还是10多岁的样子 那你都可以来去参加 所以的话不要给自己设太多限制 然后刚才语言已经说过了 那角色的话他有三个角色 那个男生的话是主角 他是主角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然后女还有另外有两个男生和女生 他是配角 那具体的要求大家可以到这个就是link上面去看 然后还有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他这个三个角色 他并没有要求你一定有演过戏 就是说你没有演一的经验都是ok的 素人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点开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个简介 就是这个故事的简介 左边的话是那个三个角色的介绍 我们看到左边的话就有这三个角色的说明 你可以大家可以详细的看 那右边的话就是可以去拿到你这个角色的side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面对面的来面试嘛 那只有是你发那个self tape self tape就是你去根据那个台词你可以去录一段视频 然后发过来 然后这边有几个说明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选择哪个角色 有三个角色你选好哪个角色 选好角色然后选择说download 那你就把你的邮箱发上去 然后你就会看你就会收到这个台词剧本 然后你根据它来去去录 录好了就是上传上去发出去 这就是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 那我想在这边说明的一点就是 其实只要你是适合大概适合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 你就大胆的去试吧 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限制 局限了自己 你也许导演找的就是你 介绍一下这三个角色的说明吧 这个男主角叫小宇 是15岁需要会说普通话和英文 小宇的英文不太流利 你看其实就很适合刚来的一些孩子 他看似腼腆 却有着不畏困难的奋斗精神 却有着不畏困难的奋斗精神 在美国传统私立高中读书的 他在学校厨房洗碗打工 空余时间会和朋友妹和干一起 在宿舍唱他们喜欢的中文流行歌曲 小宇的梦想是成为学校餐厅的餐厅经理 他努力为视讯做准备 可是如何记住所有学生和老师的名字 却成了一个大难题 受到前任餐厅经理Aaron的鼓励 小宇起初表现不错 但一次意外失误使他在众人面前感到无比羞愧 幸亏小宇还有其他朋友的支持 渐渐的他也发现了自己 还有更多可以向大家展示的才华 这是这个角色的要求 所以的话他这个已经说的很清楚 就说中文普通话要不错 但英文反而要求不高 你只要会说就可以有口音 说的不是那么流利 反而是更加像 更加适合这个角色 那第二个是May 或者May 是15岁 会说普通话和英文 作风传统的美国威斯特摩兰 预备学院的学生 小宇的同学 聪明敏感 同理心强 有担当的May 平时喜欢和朋友 刚和小宇一起玩 喜欢唱他们喜欢的流行歌曲 May一直关心着小宇 并为小宇竞选 学校餐厅经理而感到担忧 无论结果如何 他都希望能和朋友们一起支持小宇 Gong是16岁 会说普通话和英文 作风传统的 这个就不多说了 他也是小宇的同学 不拘小节 大大咧咧的 他是一个忠实的朋友 他平时特别享受和May和小宇的 一起唱流行歌曲 做埋霸的感觉 虽然刚不理解 小宇为何想要做学校餐厅的餐厅经理 但他还是支持小宇的决定 关键时 关键时刻 他与May一起在精选情况失控时 帮助小宇 这就是三个角色的要求 其实他这个三个角色就是新移民 在看我这个节目的新移民的家庭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身边的朋友 有的是新移民的身边的朋友 转发给他们 让他们去看看 是不是有兴趣了 去演 其实这个蛮好的机会 是一个迪士尼的项目 然后同时又没有演艺经验的要求 所以大家大胆的去试 将来我们的节目也会不断的做 关于Casting的一些视频 跟大家分享 怎么去做准备 怎么去参加免试 怎么去免试 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就各个方面吧 我会找不同的导演 选角的导演 来去跟大家聊 讲他们的经验 和他们的一些要求看法 我相信这些对大家会有帮助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